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夏文玉师姐 你好 你好 大家好 好爱她老公 但是后面没讲 她老公也好爱好爱好爱她 对不对 对 你看一开始就这样 哇 充满了幸福的感觉 但是夫妻两个人 除了彼此相爱之外 最重要的就是要把自己的身体照顾好 照顾好 对 所以你跟你的阿娜大 每天都会做什么样的运动 合合运动操 对 其实他们到了这把年纪了 两个人还是 都要运动 一起到某一个学校 陶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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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每天早上吗 每天早上五点半到六点半 合合运动操到底是什么操 我们是不是 我们是从头到脚都有运动到 那你可以比划几个动作给我们看 可以啊 从头嘛 从头 一 二 三 四 就是 一个四拍嘛 好 再二 三 四 再转头 三 四 其实还蛮简单的 蛮简单 不是那种困难的 不是困难 然后呢 第一次就是这样摇 这样转头 这个头转一转 这样转一转 全身 全身都有运动到 从脚都有 到脚都有 对 第五就是这样子 双边 有放音乐吗 有放音乐 有那个合合运动操的音乐 就跟那个什么 圆集舞有点像 差不多 对 连脚都有运动到 全部 全套的 全部都有运动 全套 全套是四十分钟 四十分钟 不要 我们今天来做菜好了 四十分钟 如果你们想要学 想要看的话 你们可以 其实应该是很多地方 都有在 因为你们在做的时候 不知不觉 大家都一起来做 对 就一些像我们最年纪的 都靠过来 好好喔 跟你们运动好好 所以做运动 只要在自己附近 家里 这个做就可以了 不一定跑太远了 对 好 但是呢 今天呢 我们这个可爱的师姐 她说要做的料理呢 就是 主要食材是自己做的 对 自己做的 食材就是竹苏梅 竹苏梅 竹苏梅 那我们现在在录影的时候 已经进入夏天了 所以梅子是有季节性 有季节性 可以做 采收的时候是几月 清明节过后 清明前这样子 你看吧 对 为了你啊 我们节目呢 在四月份的时候 就已经先去看师姐 她怎么样来制作她的 独家紫苏梅 那我们就先跟着一起去看一下吧 古语有云 望梅直渴 就是说一想到梅子 就会不自觉地开始流口水了 文育阿嬷好想赶快知道你的梅子 今天文育阿嬷带我们来到龟山的水果批发市场 这时刚好是清明节过后 有很多摊在卖梅子 老板 老板 你这不骂怎么办 那四百 那这样吗 对 那这是什么 那比较大厚十多 那五百 那五百 这五百 好 赶紧一下 那也不太厉害 就是这样 那多大厚 那多大厚 那多厚 那多厚 你这要怎么快 别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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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都要买一个大厚的 火热比较多 就这样 颜色大部分都是绿色比较好的 比较黄的 就比较 做起来就比较大厚 我们的园子都从南头来 南头 南头生意到水里 它的优点就是落后 它纸比较小 它梅子比较多 一般来说 清明节过后所收成的青梅 适合做成Q梅 清明节之前所收成的青梅 则适合做脆梅 这两者有何不同呢 真是傻傻分不清楚 算了 我只要有的吃就好了 脆梅就是要清明节以前 清明节以后就做不起 它是季节线 清明节以前做就比较脆 清明节以后就做不起 我都是做那个 我都是做那个 我都是做那个蛋的 冰糖 按仔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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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有那个乳茶和电池的东西 太好了 我女阿嬷 那我们现在就可以来做咯 我女阿嬷 那我们现在就可以来做咯 先清洗 好 那我就洗干净了 再来就要搓盐巴 盐巴把它搓一搓 因为这里梅子有那个毛 要搓干净 我以为梅子就是用水冲洗就好 还要搓盐 搓了十几分钟之后 还要泡盐水泡两天 其中必须换水两次 泡水一定要腌 要腌过这个梅子这样子泡 那这样就好了 接着就是沥干 并移到太阳底下曝晒 直到梅子完全干燥 没有水分 这个步骤又得花上一整天的时间 等到晒干之后 才真正的要来操作呢 就是一层 一层梅子一层糖 就这样放下去 最后才放那个纸酥 就给它放在上面来看适量 变有什么要特别的 没有 只是它一定要晒干 不能有沾到那个生水 再把它放 鸡烧不需要沾点多多 因为我们这个梅子都晒干了 这样才不会发霉 妆办好要密封 然后就放在阴凉处这样子 中间需要搅拌吗 不用 它直接就会发酵就可以了 那要放多久 如果快的话要放三个月 我通常我都一年 今年做明年吃这样子 刚做的是这样子 一年后就变成这样子 这是成品 成品后就可以拿来煮茶 或是做冰都可以了 哇 发酵后的紫苏梅 看起来亮晶晶的 好酸甜的感觉 文娱阿嬷还把梅子拿来煮茶 再加入冰块饮用 在酷热的夏天 来一杯冰冰凉凉 又酸甜自然的梅子饮 真是有够畅快 除此之外 文娱阿嬷还会把紫苏梅 拿来做更特别的料理 赶快来看看吧 这个就是你做的对 紫苏梅 紫苏梅是 但是当然梅子就是一定要 趁那个 采收完要马上做 对 那一年就那么一个时间 那个一个时间 那它做完以后可以存多久 可以存一年多 我都存一年多 一年多 像是夏天 那我就把它弄那个 好像果汁 给小孩子吃 回来放在冰箱 酸酸的 好好吃喔 真的 对啊 春山可以 这个汁 把它拿来烫冰水 对 在夏天又开胃又舒服 对 帮助消化 对啊 帮助消化 也可以让你的身体 比较沉温的碱性 不要变酸性 那还可以做料理 还可以做料理 你今天要做的是什么 我今天做的就是 煮酥梅凉拌棉藕 太好了 那我们来先让大家看一下 好 看一下准备什么样的材料 跟调味料 你们在看材料跟调味料的时候 我就已经把它放在我里面泡一点水 然后这样一口喝下去 哇 你知道现在天气热 过了中午就已经超想睡觉了 做下去整个精神都来了 精神 而且历史悠久 你做这个历史悠久 40年了 跟先生结婚就46年了 就这样做了 哇 好幸福喔 对 我们吃到的是叫做 幸福的紫苏梅 好 那你现在用这个来 来怎么做 真的好好喝 因为这个皮会黑黑 我们就把它 把它削干些 皮削掉 莲藕 你看 夏天天气日 这都是 金丢西叶 对吧 对 我们这莲藕要切薄片 好 口感才比较好 是 切很薄 对 那我们这个切好了 要汆烫一下吗 要汆烫 好 我来帮你顾这个 要烫多久 烫给它滚就好了 给它滚就好 好 那我们就来卸 还有腌这个小黄瓜 小黄瓜要切丝 小黄瓜切丝 然后 因为你们家的 ANADA 这位可爱的 杨师兄 因为杨师兄爱吃 对不对 大家都爱吃 爱吃鸡皮 所以它你就一路一直做下来吗 没有 大家都喜欢吃 大家都喜欢 全家都喜欢吃 真的 我刚刚吃过 吃了一口下去 我跟你们保证 吃过就很爱吃 因为跟外面做得不大一样 其实水果可以捞起来 还可以 捞起来 我们就把它放在这个 这个冰块 要 准备了冰水 好 冰水 泡一下才会脆 口感才会脆脆 对 我们这个小黄瓜跟红萝卜 要不要烫 要不要烫 不要烫 就是腌那个盐巴 腌差不多十分钟 你现在什么要烫的 这个木耳要烫 木耳要烫 因为木耳是生的 我们汆烫一下 比较有味生 好 那我们就先来准备这个 那个叫做调味 辣椒 好 好 你看你们家打哪打很可爱 因为你会说 你真有福气 嫁到一个这么好的老公 我跟他这样 结果他又说 我真有福气 他娶到你这个老婆 真是抓到抱 很少有夫妻是这样 对 你真的要教 先生真的很顾佳 而且 我好幸福 你真的要教我们一下 你知道吗 现在 我们台湾的那个年轻夫妻离婚率超高 超高 对啊 为什么我不知道 不知道 有的都不会包容 我们就把它切了 你一定爱分享夫妻之间 如何可以 可以长长久久 好不好 好 好 就放在一起给它凉凉的 等一下就 好 这个可以 可以 把它放一下 因为冰块很大块 所以你在做这道料理之前 请各位一定要先把冰块准备好 对 要把冰块准备好 那我们就 先给它再冰一下 好 小黄瓜 就把它放进来 好 夏天凉凉的很好吃 是 你生几个小孩 我生四个呢 差不多都差两岁两岁 一口气把它盖一盖 二十五个吧 大女儿今年也培训 真的 真的 大女儿现在几岁了 四十七了 他也 你也有孙 孙啊 孙设计中 真的是一个完美幸福的家庭 真的 那个 就是先生 他在上班的时候 他说 老天爷很疼爱他 他如果退休 要回馈社会 那退休 九十 九十 九十三年退休 那我想说他在上班 一下子放松 我恐怕 怕他会受不了 对… 我就跟我们那个母鸡讲 我说赶快… 我先生要退休了 可以…可不可以 带他到那个慈祭去 因为我七十一年就加入会员了 我们就把它放好 就把辣椒放进去 好… 好… 那就把这个… 这个主角 这个主角 就把它主角这样放进来 很简单 就这样拌一拌 夏天很脆很凉 所以你就是说 那时候请你们的那个… 师姐帮忙 师姐… 我那师姐也是很久了 但是你们家安娜达没有排斥吗 没有排斥 她都…她从在… 她说要约她 跟我结婚她就… 如果报纸看到有什么困难的地方 什么需要帮助她都寄钱过去这样子 九十三年二月退休 那三月就…就见喜了 九十四年就赔信了 九十四年就赔信了 三秒不空多 然后就…马上就参与 后来我兄弟带到三月志愿 她说你也要进来 那我就…就进来了 是她先去排斥 她进来…她先进来 好幸福喔 是 那我们办好了 你夹翘 对 你夹翘 那这样就好了 好 我们等一下要盛盘的时候 就把这个… 我们浸湿的资粮腰果这些 把它放在上面 不用切碎吗 不用不用 就直接放在上面 完全不用 其实这个要腌多久时间才会… 你要腌胃的话是… 最好是腌三四个小时 比较… 好 这个如果说是… 拌好了之后就把它摆冰箱 对 摆冰箱 好 想吃就把它拿出来这样子 用那个保鲜盒盖起来 对 我都用保鲜盒 好 我们这个油 我们这个… 这个… 对 要加一点油 才不会色色的 而且可以让那个甜红素 还有那个胡萝卜素更容易被吸收 对 这是橄榄油 用橄榄油来 凉拌 对 凉拌 比较天然 夏天又凉凉的 夏天如果吃不下饭 对啊 这个就有了 根筋类也有了 对 蔬菜也有了 对啊 这全部都有了 好 不能只做一样菜 不可以 还要做一个什么 还要做一个那个紫苏果冻 诶 很奇葬啊 那我们来看一下紫苏果冻 要准备什么样的材料跟调味料 紫苏莓果冻 材料有 紫苏莓加莓汁 150cc 水1000cc 二号砂糖80克 蒟蒻果冻粉90克 哇 看到没有 这个冻是大人也爱吃 小孩也爱吃 小孩好爱 超爱吃 它不难做吧 不难做 很简单 好吧 那你就来教我们吧 你来倒 两杯500cc 那我们就把它水放下去 那我们就把梅汁 梅汁你有稍微捏过是不是 因为梅汁 梅汁跟梅汁 你看整粒的 差不多 你把十粒 十粒就好了 十粒你把它先剥开来 不用剪刀把它剪碎 剪碎 我们就把它放进气锅 还有八十公克的糖 还要放八十公克的糖 糖 这样子 这个还要来 那我们第二个步骤也是 500cc的水 我有个很好奇的问题 太好 你跟你们家人长得那么相爱 那你们有吵过架吗 当然有 可是吵架的时候 他生气我就不要不理他 方法 方法是 我当哑巴 等他气过了我再跟他讲 这个是果冻粉 果冻粉要用冷水 好 调给它均匀 好 那就开了 这个梅汁开了 我们一起放下去煮 煮到它滚了 好 那其实人不是说完美的嘛 对啦 他总是有一些时候 会做错事情嘛 对不对 那如果说像师兄他 他不小心什么处理事情 错误啊 或怎么样啊 你会 你会生气吗 稍微会讲一下 生气也没有用啊 可是师兄很厉害 很少错误 超完美的 所以我真的 前世霸烧什么香 儿子跟你看了都说 哇 好幸福啊 对 因为这个是生教 那我们滚了 那我们滚了 就放给它凉 有的是有过水的话 如果比较快凉 就是这样很简单 就是这样子 放在模型 就放冰箱 要吃拿出来 就很方便 我在想一个 刚才讲说 父母的生教 对小孩子的影响 也是一辈子的嘛 对 那所以你的儿子女儿 他们结婚以后 他们对于另外一半的相关 有受到像你们两个人的示范影响吗 都有影响 亲家母 她说她真的很幸福 起到我女儿 也是喜欢回去都自己煮饭 反正上班下班她就自己煮 女儿也是很那个 做事都很调理 比我更调理 我的理由真的 你没有特别的去教他们吗 还是 你就是无形中做了一个 做给他们看 而谁 小孩子 像现在的小孩子都不教 我常常跟我媳妇讲 你七八九岁你就要教她 每天的做事 自己的 自己的那个打理都要懂得 对 你说对啊 整个都 这样做 你知道吗 现在小朋友都会说 我是生活白痴 对 对 没关系 因为妈妈都帮我做好了 对啊 就是这样 那我们现在好了 比较凉了 就把它放在成型的模子里面 等它凉 就可以白冰箱了 对不对 所以你也是希望就是说 因为人家都是阿嬷疼孙 结果你不是 可是我不是阿嬷 我阿嬷都要教 我说我那个大孙子 人家说那个米刀孙 我打比我儿子打更多 我跟我媳妇讲说 孩子给我带 你就要给我教 你不要有意义 要不然我不带 后来他们就没有什么意义 因为阿嬷把它教得很好 因为本来就是应该这样 这样就是 年轻夫妻快生小孩的 记得喔 从小就要教 而且最重要的 爸爸妈妈 就算是有意见吵架 不要在孩子面前 对啊 像我是个孩子 八岁九岁就开始教他们擦地板 对啊 做家事 安堂那个披衣服啊 都轮流啊 四个轮流啊 我们隔壁的那个隔壁邻居说 你那个男孩子也该披衣服 不是很怪吗 女生才要做的 男生不能做的 对啊 我说都是一样 看多了就习惯了 好 我们今天在你的身上也学到了 要用这一份智慧 这样全家才会很幸福 对啊 像我对我的小孩 如果要麻烦他什么 我都说拜托啦 麻烦了 我从来不说 你跟我做什么 你跟我做什么 都不会这样子 有可能 都是用拜托的 这样子啊 谢谢哦 对啊 感恩你哦 感恩你哦 好 我们今天也感恩师姐 感恩你 感恩 感恩大家 拜拜 紫苏莓凉拌莲藕 做法是莲藕缺皮切薄片 放入滚水中汆烫 再捞起用冰开水冰镇 黑木耳切丝汆烫 辣椒切片备用 将小黄瓜红萝卜切丝 用盐巴稍微腌制之后备用 将所有的材料和调味料混合拌匀 盛盘之后再撒上腰果就可以了 紫苏莓果冻 做法是紫苏莓10粒去紫 然后用剪刀剪碎 加入莓汁共150cc 在锅中加入500cc的水 紫苏莓和莓汁 砂糖调匀 另外将500cc的水 加入蒟蒻果冻粉 搅拌均匀 接着将两者混合一起 用小火煮滚之后放凉 再倒入模型中 并移入冰箱 能藏约两个小时就可以了 等待用匙用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